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Onivia League of Legends Highlights Powered by Arcanebet.com Bet live on eSports 阿華 跑坑買了 我不會忘記 點一點點我做的事情 沒有沒有 這邊不會拿聖啦 這個拿聖就奇怪了 對 這個不好的一個資訊全都交掉 下半部的Gang發出了 也導致了上半部的Tizen 準備要來塔殺 不過Ruance其實是四等喔 往前一個撞 先打出自己的一個 四星防禦 這邊用隊員去防擋之後 一個上吊 咬掉之後 扛塔換成三星也是順利的拿下來 第一顆人頭 這樣子是不是 對 那只是一個流傳 就是法國其實 4月1號是一個 就是他們的一個 新年節 可是他們最近改為往這邊 好痛 可是他們硬是比 還沒有講之前 先打團戰 硬吃的鷹器 趕緊拉閃現 設定後面TP趕到 不過挖口已經開了鬼步 架奔而來 哇 直接一個大絕 欸沒有大絕 是傷害炸在Gamer身上 Gamer應該是跑不掉了 一個勾勾在吸血鬼身上 在下面的位置 依依是Tizen 已經被龍真武鬥給轟掉 喔 這一波進去 結果自己死了兩個人 這波的話我覺得是蠻很正確的選擇 因為下午白就是優勢線 然後你把這條線如果打崩的話呢 其實對於上一場 就跟上一場節奏是蠻類似的 打中 搶衝擊兩個大絕 直接套在epic臉上 epic連動都不能動 最後兩個技能全空 倒掉 epic這一波的技能全部沒有打到 這裡 我覺得他有上三項 我覺得這個還算蠻特別的 野區抓到 是TP過來的Rings 直接抓一波機會來開 一個大絕 是直接蓋在了Dreamer臉上 Dreamer動也不動 因為他知道動了也是擺動 不過在下半部的位置 閃機在抓 該做的事情 這一個 現在正在做 他應該做的事情 那隨機閉營 現在視野不夠 所以3D拉了一下 想要抓一下這邊華裔的人究竟在哪裡 終於抓到位置了 看到了這個系列的手術 還不過是閃現的挖口 終於抓到一個機會 他有大絕跟爆 寫實跟之後 在一個Q線上 想吸附右半邊 Breeze已告蘇雅千 跳到草州裡面 還抓了個眼睛 勸得到他有事 直接拿下人頭 哇 但這個3D呢 還是在執行他的工作 進到了高地 華裔這一波換起來還不錯 不過後面是有一個結在斷兵線 Breeze被扭住了 潘州是直接綁到 Breeze直接死之前 哇 這個 沒死 不過有人從後面來的是Apex 直接一個點燃 後面套走之後 在一個手環境套在Apex身上 傷害打到底之後 一個回身拿下來Double Kill Apex 傑森再度趕到 挖口在前面是直接被抓死 這一波 巴龍應該也是順勢而去 接一段兵線的過程 華裔就應該要 直接全隊拉到 把J給B推 然後讓自己可以 順利的往後撤退 我覺得他們在這一波打得 有點太急了 可能是因為這個 上路的3D給他們的壓力太大 他們想要在這一波 盡可能的拿回多一點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 沒有必要要拼到這樣 透感人過來不過 N7人根本沒有在怕 先拆高底拆掉之後 在下半個位置已經開一砍 被蓋了 這邊是一個3D的單條1打2 最後是一個回身抗禮攻勢 不過閃線奪掉 龍正無盾在往前 直接B掉一個人 還有繼續往前再砍的機會 最後用自己的一心之體 躲掉了 格雷波的傷害 這一個人已經無敵了 他 有塔的情況他也完全不怕了 最後兵線打到卡馬一個閃線 但隨著來的就是死亡 可以倒下 挖口這邊也來不及救 現在這一個 有點面臨絕望的機會 3D 3進3出 如呂布一般的 殺了對面的一個上路 之後再衝出來 帶領隊友準備要拿下這場比賽 回身 直接進去 死亡機套在臉上 溫泉的這個血回不回得夠快 回不夠快啊 這個溫泉 已經被淨化過了 哇那只是一般的這種開水級的這種溫泉回不了 那恭喜 贏青拿下這場比賽 讓戰局來到了1比1的平手 對 我覺得這場的話算是 麻吉呢選到的這個陣容 他們就是 知道你還是要打這個分隊 我拿一個菲歐拉來 counter你的卡蜜爾 而且我前期是真的去投資那個菲歐拉 所以我讓菲歐拉拿到手下 拿到手塔 經濟大量領先你的情況下 直接把這個 變線給貫穿了 那一直到後面 這個菲歐拉都完全沒有人去處理 然後在這個巴龍的前的一波團戰 我就懷疑是 已經被這個情勢所逼急了 所以他們選擇想要去強行的點塔 但是被冰劍給留了下來 我覺得這一波的話 算是麻吉在這個陣容的選擇上 跟戰...